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诺贝尔为何境遇大不同 节目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 而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在进入讨论之前 先进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评章 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评章 好的 谢谢药易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药文 国际慈善机构吴国界医生 在驻阿富汗美军上星期六 误炸其在昆都市的医院之后 要求有一个独立委员会 根据日内瓦公约进行调查 吴国界医生主席廖满长 星期三对记者会说 医院被炸 员工和患者被杀 不能简单的说是附带伤害 或是一个错误 这是不能接受的 驻阿富汗联军总指挥 美国将军坎贝尔 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 美军对医院被误击负有责任 空袭炸死10名患者和12名工作人员 一直在叙利亚实施空袭的俄罗斯 星期三表示 他在离海动用了四艘战舰 向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 发射了火箭 叙利亚一直在宝京战争的磨难 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 俄罗斯因为向叙利亚 发动了一个星期的空袭 而受到批评 因此正在考虑和美国 及土耳其协调作战 总部在英国的监督叙利亚暴力活动的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 俄罗斯星期三的空袭 击中了哈马 以及附近的伊德利布省 叙利亚军队在该地区 使用了地对地导弹 欧盟在南地中海采取新的行动 拦截企图非法前往欧洲的人口走私船 索菲亚行动星期三开始 海军舰艇有权对涉嫌贩运人口的船只 进行登船搜查或将船只没收 欧盟过去把重点放在海上搜寻和救护 但是今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移民 大量涌入欧洲 数千人在乘船前往欧洲途中死亡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 星期三将在欧洲议会讨论移民问题 欧洲面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大的移民潮 据报道 今年有13万多人从北非乘船前往欧洲 有2700人在途中溺斃 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星期二呼吁欧盟国家 在磋商移民政策时以保护移民的人权为基础 最近爆出丑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 穆勒星期三说 他希望该公司能够从2016年1月开始 收回受丑闻影响的所有汽车 并希望或许在明年年底以前修理完毕 穆勒在德国报纸星期三发表的采访中说 希望在一年内将所有受影响的 1100万辆汽车修理好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受到欧洲国家的压力 要求其宣布一个解决丑闻的计划 美国联邦部门9月18日宣布 大众汽车在美国大约50万柴油发动机汽车上 安装了一种欺骗性软件 是大众汽车公司面临成立78年以来 最大的信任危机 这种软件在汽车检测时 打开污染排放控制 在汽车正常行驶时关闭排放控制 大众汽车公司几天后 承认他们在全球各地1100万辆车上 安装了这种软件 在瑞典斯多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 星期三把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了三名科学家 以奖励他们在用于治疗癌症的DNA修复方面的杰出工作 获奖者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和英国克莱尔霍尔实验室的托马斯·林达尔 杜克大学的保罗·莫德里奇 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阿奇兹·桑甲尔 诺贝尔委员会每年颁发医学奖 物理奖 化学奖 文学奖 以及和平奖 奖金来自瑞典发明家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产 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 已经成为各领域的最高成就奖 诺贝尔委员会还颁发经济学奖 每年12月获奖者分别在奥斯路 和斯德哥尔摩的仪式上 接受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奖牌 和获奖证书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药文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毅 谈了八年的跨太平洋 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PP 终于在10月5号达成 包括美国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墨西哥等12个国家 华盛顿邮报认为 TPP的达成代表世界贸易新规则 主导权的争夺战当中 中国败了一局 这个协议达成对于这12国的经济 以及产业将有何影响呢 而中国不愿意开放产业 并且进行金融改革 是否是其无法进入TPP的主因 国内经济正在放缓 而中国是否也逐渐地 丧失了中国际经济的主导权呢 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 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 科技研究员夏一良博士 夏博士您好 此外 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 评论人士何其年女士 何女士透过skype视频 从新泽西参加节目 何女士你好 你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块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 夏一良博士 我们知道这个TPP谈完之后 它里头这个所占的 世界经济总量将占这个40% 那么这个谈成了之后 现在对于未来的世界经贸的体系 会产生一个什么的影响呢 首先在更高的这个基础上和共识上 能够使经济贸易的这种合作 具有更广阔的前景 能够开发出很多的潜力 尤其是在这个 比如说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方面 知识产权的推广 还有很多方面 尤其是像对环境资源的这种 一方面是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 还有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避免严重的碳排放 这样的一些方面 我想会对世界其他国家 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是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 何女士 对于没有来参加协议的国家 对他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 这一次其实美国牵头办这个 TGB就是让出力来 比如一千 一万八千多种货物的那个关税免征 然后呢就是把美国国内市场 向成员国开放 也就是说 美国让利加钱盟友关系 不带中国玩 但是呢 因为旧有的一些经济组织 并没有因此失去功能 所以呢 应该说对中国来说 只是失去了一些WTO组织 带来的红利 但是并不是就像有些人说的 从此以后被迫闭关锁国 然后就还无路可走 所以呢我觉得 把它理解成 这个美国 在这个争取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方面 打了一场胜战 可以 但是呢就从此以后 理解为中国如何如何 就好像泄入了一种 无路可走的处境呢 就是一种过分的理解了 是 那和女士我想接请教您 那对于现在中国 未来来制定经贸政策来讲 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来因应说TPP已经达成了协议呢 根据中国这个政治逻辑 我觉得他们会对抗 因为这一次呢就是从 因为中共长期洗脑的原因 这个TPP达成以后 大家知道这个TPP就是一个 刻意设定规则 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一个俱乐部以后 国内的民主主义情绪呢 有点高涨 那么就 大家就说要和美国对抗 所以中国呢就会加钱 所谓以一带一路 为主干的压头行 以及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它会走这一条路 而不是采取的 而不是修改标准 让自己适应这个TPP 因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呢 是一件几乎做不到的事情 是 那我也想接请教 夏严良博士 刚才和其他女士提到说 现在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 是跟那个所谓的民族主义高涨 那但是也很多人在说 其实这个TPP本身 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来的 只是这些共同参与的成员国 你们想要来玩一个 比较成熟的经贸的游戏 您的看法呢 对 这因为刚开始的 发起是几个小国 像新西兰 新加坡 文莱和智利 他们当时呢 其实就是说在 比较小的范围里边 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 因为这个相同的基础 比较接近 有人以为说 这个后来美国加入之后 这个性质呢就发生了变化 就是专门针对中国 制造了一套规则 其实不是 那些最基本的 这些普世价值啊 或者一些市场经济方面的 一些基础的条件 尤其是像反对垄断啊 反对补贴啊 这个要求信息和通讯的 这种自由啊 还有透明度的问题啊 很多方面的要求 其实是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 在最近这些年 都要提出的一些要求 那么我想呢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家回忆一下 中国加入WTO 争取了13年时间 出版了13000多种书籍 但是加入之后14年 没有一个正式的文本 就是大家不知道 WTO的正式的条款是什么 我曾经向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 结果没有人能够否定 我说在中国全国的范围里边 有没有100个专家 熟知WTO的条款 有没有10个省部级以上的 中央领导了解WTO的内容 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就是说 既然加入WTO之后 大家可以不遵守承诺 你比方中国原来承诺 在2015年7月之前 要放开通讯信息的这种自由 另外要取消大部分关税 还要把汽车关税降低80% 还有就是说 让国企逐步的私有化 银行业开放 那么这些 其实它都没有实现 而现在在TPP里边 尤其强调的就是 一个是保护劳工权益 保护知识产权 还有环境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与发展 另外就是说像国企的私有化 取消补贴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款 我想在WTO之后 一段时间里边 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想办法 尽快地实现 它原来做出的承诺 反而在一段时间里边 很搞笑的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段时间里边 凡是中国领导人出访 或者外国元首来访中国 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 要求人家承认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就是如果你已经是 市场经济国家了 其实用不着你去 要求别人去承认 其实他内心里边 他可能知道自己 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他非要别人去承认 甚至许诺给很多 经济上的好处和回报 所以我就拿这个比方 比如说一个人长得不漂亮 他非得让别人说 他是美女 如果你说我是美女 我就给你很多的好处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后来搞了一阵子以后 发现他有一部分国家 承认他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很快的 你像这个TPP 这样的组织又形成了 然后人家又没有 不是说有意地 把中国排除在外 而是中国自己 感觉到这个差距太大 而且有些条款 是他无论如何 不想接受的 他不想改变的 你比如说国企的私有化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取消这个信息的垄断 或者是那个通讯 要互联网开放 这点他也是做不到的 就是很多方面 他其实是他感到是有意刁难他 但实际上人家没有刁难他的意思 只是说他自己跟人类的 这个文明世界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和一些基础条件 相距甚远 是 那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请教一下贺谦女士 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TPP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这么多的因素 他不愿意来进行改革 或是不愿意与世界接轨呢 是这样 这个TPP并没有明确地说 拒绝哪个国家参与 但是他的规则设定 确实是针对中国而来 这一点奥巴马总统也毫不隐废 就是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 来主导世界经济 我觉得呢 这一点呢 算是很坦率 先对于中国的挑战 那么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一次回应呢 已经迟了几年 是2011年在夏威夷 IPEC峰会上 中国就已经说了 要由他来阻挡这个世界 经济规则和其他的国际规则 那么奥巴马总统当时是说 中国操弄国际规则 大家受够了 希望他像成年人一样行事 受规则 那么从来以后 国际社会又给了中国四年机会 我为什么说这个确实是针对中国来的呢 这不是我的说法 而是很多参与者的说法 奥巴马总统的说法是一点 九月份法府智库开了一个废议 也直接了断的说了 中国要加入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刚才夏野梁教授也已经谈到 好多规则是达不到的 比如这个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呢 不设门槛 那你要中国政府不设门槛 中国政府就觉得经济失控了 官员也没有寻租的机会 至于信息自由 大家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 多年来是新闻自由之敌 和这个互联网之敌 然后来劳工权益 大家也知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 至于防保 大家知道 中国现在是海陆空立体污染 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要发 所以这些标准应该说 刚才下一年就是谈到WTO WTO确实中国当时是承诺了 很多条件加入的 但是就在朱镕基 肥拉国以后 国务院内部就下发了一个文件 叫做要大家 就是多加研究 灵活运用 这个多加研究 灵活运用 这八个字后来就被理解为 专控制 当时在全国各地召开 这个WTO讲习班 由北京那些部委 来拿很多专家到全国各地讲 我都听了两次 因为到深圳来 他们找我 那么我就去听了两次 讲的都全是专控制 甚至一些技术细节上的 比如你教导大家 某个地方的海关 是通过斐落可以办成事的 还有哪几个官员 是比较容易斐落 哪几个官员是不接受斐落 就是应该在某官员 当班的时候去通关 可能就达到了 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还是实行那个配列制 就是要利用 绕到就是某个国家 有那个配列 那么中国的货物先运到那里 贴牌 然后再进到 另外一个中国想进口的目标国去 那技巧太多了 当时呢就是 中国应该说是 从这个签订条约之日开始 就没打算是规则 显得是如何装控制 所以那个谁呢 我当时呢看到一位中央的文件 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央宣传部 几个地方联合下达的 整整的是四十八页 三十六个条款 其中谈到哪些条款 要如何宣传 不能怎么样宣传 那个叫做绝密期 绝密期 所以就是应该说 瑞布还是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W规则的 在中国没加入之前 大家对君子而言 对于守规则的国家而言 他的约束力还可以 有了中国以后就不行 为什么不行 是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WTO那种 诉讼争端的解决 是以合规为目的 就是只要这个违规的国家 承诺今后不再违规 就对以往的那个违规行为 不再追溯 也不采取惩罚性措施 所以中国呢 对于中国这种不减至尊 也不就是 只减实力的国家来说 那么就屡屡违规 违规了以后就答应 我以后不违规了 然后在别的一个方面又违规 所以从中国加入WTO以后 2004年以前 是四水期 大家比较老实 到了2004年以后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 有毒食品 有毒玩具 还有就是各种伪劣制品 消往全世界 引发了不少事故 然后呢 就是最先导致中国的玩具业垮掉 因为有毒玩具 导致全世界都抵制 然后接下来的三大行业 比如制衣业 香包业 还有那个皮革业 等等等等 都因为各种原因相继垮掉 那么引起的诉讼争端不断 美国对中国提出的 在WTO内部提出的 争端诉讼 多达上百项 涉及几十个领域 那么最近最有名的 就是和这个欧盟 日本联合诉讼这个西图 以前就是救了个能源 那么最后呢 都是中国败诉 中国败诉呢 受不到惩罚 所以中国继续可以这样执行 这一点呢 好 我先谈到这里 好的 谢谢何女士的分析 何女士给我们做了一个 很详细的分析 包括中国加入WTO之后 发生了很多的状况 导致其他的国家无法接受 那我想请教一下 谢兰良博士 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中国加入WTO之后 反而没有遵照WTO的 很多的规定 造成了其他国家的困扰 是否也因此 导致了很多其他的国家 现在说我们要来另起炉灶 来一个TPP 一个更高级别的 一个更高层级的 一个协定 然后我们不要来跟中国 让他来破坏我们 这样子一个君子的 贸易协定 的确是这样 刚才何行联女士也提到了 这个中国的出口产品里边 有很多违规的 他们有的时候 如果在初次检测的时候 是合格的 但是后来 有了合格证之后 他就开始参甲了 有很多有害 有毒的产品 比如说美国有一家公司 进口中国的墓地板 结果发现里边有甲醛 后来导致这家公司破产 所以这样的律子 比比皆是 这样的话让很多西方 市场经济国家 对中国感觉到说 既然已经成为WTO成员了 还可以这样的 就是不守规矩 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那大家就有提高了 这样一个戒备心理 说以后如果再有 更好的这种 标准更高的 这个国际组织的话 那可能大家 就不欢迎中国参加 或者说至少中国 你要大幅度地改善 改变了这样一个基础条件 你才有资格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TPP已经经过了 好几年的酝酿和准备 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进行了 初步接触谈判之后 大家已经达成了 很多的共识 在那个时候 中国已经感到了危机 如果中国那个时候 抓紧时机调整 来积极地加入的话 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 但是好像中国是 另起炉灶 中国觉得现在自己牛了 动不动 就是说自己 你不是有一套游戏规则吗 如果你不同意 我来制定游戏规则的话 那么我就另搞一套 什么一带一路的开发 什么金砖银行 什么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都是这种思路 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美国是老大 我是老二 但是将来我还要做老大 所以说我已经不是过去的 所谓的规则的遵从者 我现在要做规则的制定者 而奥巴马总统 就针对这种 咄咄逼人的这种野心 当然你说野心也好 雄心也好 是一个国家 他原来他的战略目标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他这种做法 是不合乎国际潮流和准则的 所以奥巴马就说 不能够让中国来书写这样的规则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作为文明世界 作为现代国际规则的 这样一个主要的捍卫者 美国他发出这样的声音的话 会让世界各个国家重新审视 中国他能不能跨入到这个门槛 如果跨不了这个门槛 如果中国另起炉灶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的人说 你看中国政府现在很乐观 他说你们不带我玩 但是你们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里面 有很多跟中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 或者是主要的贸易伙伴 那这样的话 中国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且中国的这个贸易额 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那么大 你们能够完全抛开中国吗 所以这种也是带一种流氓无赖的 这种心理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这个规则真的是 就是说中国拒绝接受这样的规则 那么我们看到 今后的他这个做出的 他付出的代价和损失 不是中国政府那么轻描淡写的那样 而是中国的老百姓会深受其害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中国外贸锐减 出口锐减 然后自由兑换又没有实现 就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他老早就说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兑现 然后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 资本外流 很多的问题 包括国内的通胀压力 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障方面的薄弱 所以这些将来会对中国 引发灾难性的影响 是 夏教授我想接请教您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中国很多地方 他们因为这个比较流氓的行为 导致其他国家的这个 在贸易上的一些的困扰 那所以这一次这个 TPP的完成了之后呢 是否中国当然还要另起 例如说像在东盟的地方 有这个Asset 然后他另外要起这个 亚投行 一带一路等等的 但是对于其他 想要参与的国家 是否也是保持比较 担心或观望的态度 或是只愿意跟中国 进行比较低层次的 贸易上的协定呢 对 中国的这一带一路 实际上它是想给那些国家 参与的国家 有很多的好处 这样的话那个笼络他们加入 但是那些国家也不是傻子 他就是说有便宜的时候占便宜 但是他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考量 不是说就是你给了我好处 我就全盘的就放弃 我所有的原则跟你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 这样一带一路的开发战略呢 就是给其他的国家 很多好处 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够获得 最终的成功 另外呢我们讲到就是说 中国在很多方面 他没有跟国际接轨 比如刚才讲到 这个劳工权益的保护方面 还有呢就是说中国 其实老百姓很多人不知道 中国的双休日 是美国提出来的 WT条款里边要求 就是说要承诺实现 这个全国范围的双休日 和加班工资 其实这一点呢 到现在在中国并没有实现 那个双休日主要是公务员啊 事业单位啊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 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实现 还有些地方呢 也一直没有实现加班工资 尤其是节假日的这个加班工资 所以这方面呢 应该说路还很遥远 而且中国经常会觉得 这些承诺是可以去兑现它 也可以不对线它 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 这样的一个压力 来积极地去实现它的承诺 是 那何齐年女士 我想接近请教您啊 刚才您也提到说 中国内部现在很多经济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银行的统计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 只有7% 那么明年将降到6.7% 所以在这个时候 您虽然也说到 中国无法加入TPP 但是中国并不会因此 就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 但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将对中国的经济 造成什么影响呢 尤其在它经济 正在放缓的同时 中国政府确实应该充分估计到 TPP成立以后 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 将上市竞争力 中国现在这个出口形势非常严峻 欧盟和日本 在第二第三大中国的出口国 今年都持续下降 而且下降的比较厉害 只有对美国的出口上升 那百分之十多 而且呢顺差是一万多亿 那么就是外贸出口 大头最大的头 半壁江山都是来自于这个美国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如果不能享受到 美国的出口优费 那么就等于以后就会上市 它的很多产品有替代性 那么像越南啊 还有其他的国家 如果有同类产品 就会比中国产品有竞争力 这一点呢 中国政府应该充分估计到 竟然要面临的困难 但是这一点呢 它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扩大对这个拉美 非洲 还有东盟国家的出口 来弥补这个分野 我想它已经想到这个方案了 但是能不能弥补 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对中国经济 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政府 现在是嘴巴比较硬 不愿意承认 只不过呢 要说到了绝路 也还没到了一步 是 谢恒女士的分析 那夏教授 我想今天请教您 除了这个TPP达成了之后 其实这个另外一个协定 也正在谈 就是这个跟欧盟的TTIP 但在跟欧盟这边也谈完之后 大西洋跟这个太平洋这两边 都已经完成一个 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协定之后 这样子一个世界的经贸体 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样一个提高了门槛 提高了很多承诺要求的 准则的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 对原来的WTO来说 也是一个冲击 原来WTO慢慢地就会 可能丧失它原来的那种作用和影响 包括过去那个亚太经合组织 那样形式的俱乐部是比较松散的 人国家更多 那么这种呢 目前的TPP是更加紧密的合作组织 再加上跟欧盟的这种合作 我相信会成为世界上最新的 最有利的 也是迄今为止 这个各方面的条件 或者这样准则要求更高的 这样一个组织 这里边要讲到越南 越南也是共产党的国家 但是呢 加入这个TPP 而且他们现在的步伐非常的大 而且越南总理还宣布 就是说今后呢 越南要搞政治改革 其实他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改革了 他们还有可能在2020年 实现这个全国普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同为共产党国家的话 越南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改革 其实这种改革 有点类似于邓小平过去的一种设想 不管它是真话还是假话 邓小平曾经承诺 就是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也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后来呢 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 尤其是八九六四之后 根本就提都不敢提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如果越南做出了一个好的标算 那中国要不要follow 而且很多人在问 这个习近平是先学普京 后学蒋经国吗 就是说你先独裁专制集权 完了以后 你是不是有可能迈向 放开党禁报禁的那一步呢 当然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后的期望 但在我们看来 这种希望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 而且现在从经济体量上来讲 很可能就是接近第一的 这样一个大国来说 这个你承受这样的一些准则的话 那么不仅仅是说 就是说作为中国政府来讲 可能会觉得没有面子 好像被迫地修改了一些东西 或者是被迫做一些变革 但从长远来看 对中国来讲只会大幅度的提升 它的竞争力 能够让中国的老百姓 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福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中国过于强调国家利益 却很少提及个人利益 而中国最需要的其实 就是首先保障个人的权益 如果个人权益都不能够 有效得到保障的话 那么国家利益其实是一种空谈 是一种梦想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中国很多的大的宏观战略 还停留在中国梦的阶段 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是 谢谢夏教授的分析 我们在继续请假 两位嘉宾之前 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请说 河北张先生 听我吗 是 你请说 我说 我说 港台主持人家跟嘉宾 都说中国是流氓国家 流氓国家 我想文文主持人的嘉宾 中国人是把你妈 抄出来 资本就滚 你抄出来 走过来就流氓 那狗啥人 好好的 胡说八道 那么一些 咦 那这上次吗 那个意思胡说八道 好的 谢谢河北张先生 因为您 希望您能够针对我们的主题来发言 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 这个何其年女士 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社 在报道当中 在TTPP签完之后 他批评 TPP缺乏透明度 那不过我们也知道 其实像中国 现在主导的鸭头行 还有这个中国的 本身的金融体系 也都是被外界所担忧 它的透明度有问题 那为什么新华社会 针对透明度这一点 来批评TPP呢 中国的宣传战 历来就是 人家批评他没有什么 他就反过来指责人家没有什么 然后呢 就是再把这个原有的概念来 另外解释一番 比如最近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这是中国官方一个学者说的 这个全世界听了都笑掉落牙 所以我觉得把新华社这种反驳 担做它一种宣传策略 和宣传纪念来看就行了 用不着 太在意 是 那夏天后我想请问 从这一次我们中国媒体 还有官方的反应来看来 你觉得中国本身会来反省 像你刚刚所说的 进行内部的经贸的 还有这个金融的改革 还是它会一样的 走它现在所做的老路呢 我相信他现在觉得自己很 底气很足 很有财力 他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子 还是至少表面上做出承诺要改进 他现在完全是准备另起炉灶 或者是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 最终让这些国家都愿意投票 邀请中国加入TPP 但是这种后面这种 我觉得他的设想肯定是要失败的 是 那个主持人我来补充一句 好的 这个TPP的规则 一切都是以限制政府对经济的权力和管制为出发点 那么中国现在的所谓改革的方向都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权力作用 所以这两个是南辕北辙 根本弄不到一起 中国的媒体 像那个澎湃新闻说 他说了这个TPP的规则 其实是为了中国好 为了成员国好 中国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一条路 迎头赶上 但是呢 说迎头赶上这四个字容易 中国现在经济改革30多年了 在很多方面呢 给国际规则 最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还愿意接受一点 国际监察呀 做出改革的承诺啊 虽然不改 但是现在是连这一套都不搞了 干脆就说我的是最好的 所以应该说呢 这条路可能很难整通 是 好 谢和女士分析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山东的邹先生 山东邹先生您好 请说 刚才有一位网友 骂这个美国 骂这个主持人什么的 说中国不对 中国不是流氓国家 中国就是流氓国家 对内流氓 对外流氓 经济流氓 政治流氓 无所不流氓 好的 我就到这里 是好的 谢谢邹先生的这个来电 那最后在这个讨论结束之前 我再请教和清点女士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虽然这个美国政府 现在已经签订了TPP 但是还是要经过美国国会的通过 那么之前国会已经通过了 这个所谓的贸易快车法案 fast track 但是接下来马上面临到大选 你觉得在国会当中 TPP是否会遭到阻碍呢 还是说最终能够顺利的通过 目前的反对声音还是蛮大的 和这个贸易快车法案不一样 贸易快车法案当时支持者 主要是共和党 民主党其实是不太赞成的 这一次是共和党也有人反对 民主党也有人反对 因为民主党的铁票窗就是公会组织 强烈反对 尽管奥巴马说了 这里是有利于提高美国工人的工资待遇 有利于这个提高中产阶级收入水平 但是那个一万八千种光税免了 大家还是蛮担心的 每个组织都可以 可能研究了对自己有关的部分 所以才做出这种反对的姿态 我觉得看一下吧 好的 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 误完怎么利益集团 或者是不同的产业如何反对 这个大的趋势是确定的 一定会通过 像你觉得说大选会对它造成影响吗 它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它不会受到那么大的阻碍 是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关于无法加入TPP 中国在世界的贸易主导权争夺战上 是否败了一举的讨论 先告一段落 感谢夏良博士 以及何清廉女士 稍后我们将讨论获得诺贝尔奖的图优优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B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 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 时事大家台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有文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台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毅 中国药学家图优优 与美国还有日本的科学家 同时获得了今年度的 诺贝尔生理获医学奖 中国媒体对此不但是 热切地报道 也大幅地报道诺贝尔奖 不过图优优没有博士学位 没有出国留学 而且多次提名参选 中医科学院院士去落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去落选 突选出了中国的 学术体制的问题 也引发了热议 而当中国官方 以及公众大力称赞 莫言还有图优优 获得诺贝尔奖之时 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 刘晓波却被中国政府拒禁 它的名字成为了敏感词 同样是诺贝尔 为何境遇大不同呢 我们一起来讨论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 依然是美国家徒研究所 科学研究员夏良博士 还有经济学家 评论人士何其林女士 此外我们的观众 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 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我想首先就请教一下 这个 就是说这一次 他来引导这个药物 但是我们刚才也 在前院也讲到了 他参选这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落选 然后被称为是三无的科学家 我想请教夏业联博士 为什么现在他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就无法受到中国政府 自己的一个肯定 这个我觉得 不一定说获得诺奖的人 都有很高的 很完整的教育经历 另外有没有被凭上这个院士 大家知道中国的院士制度里边诟病很多 就是有些官员 根本是一点这个学术基础没有的人 都当选了院士 所以中国的这个院士制度 已经成为一个利益体系 这个利益体系非常的肮脏 有很多人通过会选 通过私下里拉关系找工作 最后当选了院士 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 更应该把它搞成一个 名副其实的荣誉制度 就不应该有实际的利益 而中国现在的一个院士 如果当上的话 它意味着很多很多的特权和福利 它相当于这个部级的待遇 或者至少是副部级的待遇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是把它搞成一个官僚体系了 本来是一个在学术 在对人类社会促进方面 有重要贡献和价值的 这样一个荣誉地位 被他们搞乱了 那么讲到这个图悠悠这个人 他的这个成果主要是在所谓毛泽东时代 文革的后期做出的 那有人讲这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意味着文革的体制是好体制 其实不是 大家知道中国喜欢搞人海战术 尤其是在文革时期 毛时代 知识分子能够给你一个研究的机会 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奖赏了 那时候你还敢谈什么报酬 或者是个人的名利吗 有很多著作出版的时候 是不准这个署名的 也没有稿费可拿 中国当时大概只有毛泽东可以拿稿费 毛泽东的稿费 当时就累积了一百多万人民币 那是一个在 以当时中国平均这个月收入 三十块钱左右的话 那它是巨付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很多人知识分子 成百上千的人 成年累月地投入到那个科研之中 他们当时的那种投入的程度 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但是研究条件很差 所以说呢 他在那个情况下 是一个团队作战 不是他一个人 而且据说在里边 有很多人的前期杰出的贡献 甚至有人说 真正该得奖的是别人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不去争 究竟谁最应该得奖 但至少他自己也承认 他是这一个集体的研究贡献 那么在这个集体研究贡献里边呢 其实现在中国人 津津乐道的是 中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那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诺奖委员会是怎么说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非常干脆的了当的说 不是对中医科学的 这样一个肯定 而是对受到中医科学的 这个启示 然后呢 对用西医这个研究 做出了这样一个贡献 他这个最终的结果 还是西医的贡献 不是中医的 所以这一点呢 国内很多人有意地 在强调中医 这样的话 我想可能中医会火一阵子 那关于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这种争论 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那么讲到这个待遇的时候 过去几乎没什么待遇 而且经常得不到承认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所有的荣誉 恨不得全部给他 你看这个最近开始 抢摘桃子了 什么北大的校领导 去看望他 过去的校友啊 过去的同事啊 都开始出来说了 中国就是这样的 中国每次就是在 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没有给予 但是事后呢 当好处容易光环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想沾一份光 这个很可耻的现象 谢谢夏教授 我分析 那我同样也想请教 夏和齐连女士 这一次这个图悠悠获奖 他所谓的三无科学家的背景 还有所谓的中医的这样的研究 对于中国 还有对世界到底 有什么样的歧视呢 首先呢 要求图悠悠 这个80岁的人 有博士学位 我觉得几乎是不现实的 他正好是在中共呢 建政以后 取消了一切学位的时候 读的大学 然后到了那个 他研究的时候 已经39岁了 文革结束 他已经40、50岁了 你说他能够 那个时候还能拿什么 博士学位吗 那时候也不可能名言 唯一可说的 就是没有当选为院士 而院士呢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刚才下一年 先生已经说过了 中国这个奖基关系 和这个人才力淘汰的国度 是有啥创新的 所以只有那种什么 四平八稳 善于经营关系的人 才能成为官方认可的 各领域的学术代表人 图悠悠这个人 是比较有个性的 所以他显然是 不善于经营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不能当选院士了 可能在中国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事情 在别的国家可能是不正常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罗贝尔那个颁奖词 说的是 不是讲给中医学 是简历利用中医学 开发出新的品种 但是图悠悠用的那个方法 就是他看了一本中医点击 里面谈到的低温提炼法 就是用乙米 乙米就是酒精提炼 罗贝尔奖说是说集体贡献 但是缺了别人可能会代替 就是关键的这一点 就是图悠悠发现的 这就好像哥伦布当年树鸡蛋 有人说你那里有什么了不得 我们也可以去啊 那个郭伦布把鸡蛋交给他 说你把鸡蛋竖起来 那个人竖也竖不起来 然后郭伦布拿过那个鸡蛋 往桌子上一敲 敲破那个头子上一点 就立起来了 然后就告诉他 我和你的差别就是 我知道敲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讲的到现在 它是图悠悠是清 好数字母 字母这个地位的 已经不可动摇了 大家也没什么好争了 关键就是要讨 讨论的就是这个成就 在中国能不能复制 有一些长期观察这一场尊论的人 因为从他2011年得了美国一个 比较高的奖以后 图悠悠是不是清好数字母 就已经开始尊论 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三条 第一条就是这个成就不可复制 因为没有文革那种举国体制 大海捞针 最后呢 逐游成了那个幸运的捞针者 就是这一条 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个 还有一条 别的人都没提 这篇文章提了 说是医学能力的底线 没有一个国家 在适用新药的时候呢 不设底线 尤其是现代国家 那么很多要在小白鼠身上实验 然后才能用到人体 而中国的恰好就是把人当做小白鼠了 没有底线的试验 所以呢 很多人承受了各种试验的痛苦 这个到底有多少人 有多少生命 我们不知道 这是一个避免 所以呢 就是这个是不可复制 那么我觉得他这个分析 还是比较在理 所以呢 应该说我们应该为图业 又得到这个奖 感到高兴 但是也确实应该考虑一下 中国如何才能够在科技上有创新 是 我要谢何女士的分析 那我想也来接着请教一下 夏良博士 刚才我们提到 您也提到说 这个其实是文革时代的 这个研究的成果 刚才何女士提到说 它是一个举国的体制 来做这样的研究 似乎是没有办法 在现代来复制的 那我想请教 就是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现在国力增强 这么多年以来 有这么多的研究 但是为什么反而是 这么久以前的一个科学研究 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是否也代表说 这几十年来 这个研究环境不如当年 或者是说 这个里头 这个研究环境学术圈里头 这个造假抄袭的风气太盛了 导致没有这样子一个原创性的 突破性的成果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从研究条件上来讲 当然比过去要好得多了 无论是从信息的获取 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 应该比过去的条件好得多了 但是现在的人功利 名利思想太重 急功近利 而且经常这个造假 抄袭 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 就连这个 就哪怕就是一个芯片 就计算机的一个芯片 自己没有能力创造 却是组织了几千人 骗取国家多少亿的资金 最后弄出来 人家已经落后世界水平 十几年二十年的这种芯片 这种情况呢 揭露出来之后 国家竟然不敢向社会公开 竟然不敢这个追索责任 所以这种做法呢 就是在保护这样一个造假机制 那么现在可以讲说 是所有中国的重要的科技贡献 有的是民国时期 教育和培养出来的那批人 有的是后来 很多科研工作者 经过几十年 成千上万的人的共同努力 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有很多被埋没了 而且这里面我要提一个 过去的事实 就是当年杨振宁获得诺奖之后 他也希望中国人有机会获奖 然后到73年年底 11月份的时候 当时瑞典科学院 曾经请杨振宁做一个提名 说让他提名化学奖 按道理来讲 他是物理学家 应该是提物理学奖 但是他也让他提化学奖 他当时打算提出三个人的名字 然后写信给郭沫若 让郭沫若确认一下 是不是这三个人 那么郭沫若报告给中央 国务院 外交部 什么很多的部门 结果外交部和中国科学院 联合上了一个报告 意思是说 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奖 我们不宜接受 所以应该要婉拒 要婉拒杨振宁先生 那么在报告上面 签阅的时候 我发现了有周恩来的签字 叶剑英的签字 李先念的签字 等等等等 就是中央主要领导人 包括毛主席 最后也是签阅了 所以说明了 就是那个时候 把诺贝尔奖的 这个看作是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 觉得是不能要的 这成为一个笑话 所以我讲 中国政府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你看也是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 像过去高情建得诺奖的时候 中国政府非常的愤怒 认为是诺奖委员会 是一批对中国有敌意的人 有意的为难和攻击中国 后来达赖喇嘛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也是这样的态度 刘晓波获得诺奖 这个消息都不敢公布 大家都不知道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谁 在中国完全屏蔽掉 但是后来他也没办法再压住 一直到莫言获得诺奖 官方的态度才180度大转弯 马上就开始宣传 那这次呢 中央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积极 李克强马上就写了贺信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从中国政府对待诺奖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他这种 不讲说是国格分裂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 怎么回事情 态度经常是 让人很难接受 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价值观 对不对 是 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 我想也请教这个杰林女士 我们知道这个早期的 刚才也提到 早期的这些诺奖的得主 都是在民国时期 受了教育 然后后来有些人是到台湾 然后再到外国到美国来 来获得了奖 那之后呢 高行健他得奖的时候 其实是法国的公民 一直到了最近我们才看到说 有像是刘晓波 是中国的公民获奖了 然后有莫言 然后他现在有这个土悠悠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几十年来 中国政府 中国的公众跟社会 对这个诺贝尔奖的爱恨交织的情况 又是怎么样 其实不是中国对这个诺奖爱恨交织 是因为这些奖的品种不一样 咱们就不说别的 就是说刘晓波那个和平奖吧 奖的是他的林芭县战 奖的是他的意义行为 意义就是反对政府 政府怎么可能对他爱呢 那么现在这个 就是莫言那个 就是政治色彩淡化 就是文学领域 所以中国政府就能够接受吗 能够拿来放年才贴金吗 还有这个图悠悠这个生物医学奖 完全脱离政治化 仅仅就是一个科技领域内的成果 所以中国政府 当然是落见其成 恨不得多拿几个 所以我觉得对落奖吧 一定要弄清楚 这些奖的性质是什么 才会理解中国政府 为什么爱有些奖 又不喜欢有些奖 就是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点我不太同意 因为同样是文学奖 那高清剑获奖和莫言获奖 对待的态度大不一样 这是两个生意不同 另外我先让夏教授回应一下 然后再请何女士来回应 另外就是说 就是从莫言的这个作品来讲的话 它也不是仅仅是文学性的问题 只是说 它在一段时间里面的态度和立场 跟前一段时间不一样 其实它的作品 如果你认真去分析 它的政治色彩 或者它隐含的政治意义 还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高清剑作为一个意义者 其实他的文学作品 本来传播的范围并不是很广 但是获得诺奖之后 人们才更加关注 去阅读他的这个作品 那里面 他的那种直白的 或者说更加鲜明的 揭示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些罪恶 而莫言是用比较隐晦的文学的笔法 也有一些间接的表达 但是莫言后来之所以能够被官方更多的接受 是因为莫言在一些非文学作品的场合 或者是表达上 更多的迎合了官方的一些立场和态度 所以人们批评的多半是 他在其他场合的一些作品 或者一些发言 好的 何女士您的这个回应呢 首先高行健那个得奖 是在六四以后不久 然后那个六四以后不久 他的作品涉及到六四以后 那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 而且他那个奖呢 是在这个什么法国 受给法国的国别时代里 所以他跟中国的联系就是 他是华人 是中国的海外流亡人士 所以中国当然因为这个政治符号 不愿意接受 还有莫言得奖之前 他并没有跟这个中国官方呢 有太多的表达亲近之意 属于中性态度 就是只是得了奖以后 应该说莫言呢 是谁把他逼上到和政府亲近 还是异议人士 因为异议人士痛骂 骂得莫言到后来是忍无可忍 所以最后就觉得态度就转向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一点我跟他还是 我们先让何女士说完 何女士您先说完您的分析 这个过程我观察得非常仔细 而且当初莫言得奖的时候 是有中国是提供了五个人民 最后来在这个评奖前夕还刷掉两个 还有三个 很多的那三个人都知道这个消息 连那个答谢词都写好了 最后是莫言胜出 莫言胜出的原因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翻译者 这个翻译者不是简单的翻译 是把莫言的作品 重新再写了一遍用音乐 而且搞得显得非常好 所以这一点是其他的作者 都没有的幸运 这一点我比较清楚 因为我在瑞典的时候 翻译莫言作品的作者 就是后来呢 也是就是陈麦萍的夫人 就是那个瑞典 那个我听他讲过 他不能从中文直接翻译 他说从中文翻译 他干不了 他是从英文翻译的 就是这个 他说英文等于改写一遍 好的 谢和女士的分析 我们最后时间只剩下一分钟 我们请这个下手里 很简短 然后一分钟时间做一下回应 对 那个因为当时呢 其实有一些不同意见嘛 那莫言呢 当时在国内 就抄写毛泽东文艺座谈会的 那些东西 那些献媚的一些做法 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激烈的批评 不是说 异议人是有意的要为难他 而是他的这一些讲话 他的有意回避一些 这个本来应该回应的一些东西 他有些做法呢 的确直到今天 都还有很多的争议 所以我想这个呢 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可能信息来源不同 我们不说这些了 好的 谢谢教授 最后呢 我们请这个何欣的女士 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 身为一个女性 这个图优优 还有一个女性的科学家 中国女性科学家得了奖 对其他的中国的女性研究者 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中国的女性 投入到事业中吧 面临的压力了 其实比西方国家大得多 因为这个家庭问题 因为经济条件问题 所以他们的应该说 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外界的很难理解 图优优的成功当然是 很让这个中国女性受到鼓舞 但是呢 也不是很多人能够学习的 好的 谢何女士的分析 由于时间关系呢 关于图优优 与刘小波 莫言等人都获得诺贝尔奖 却遭到中国不同对待的讨论 只能到此结束 感谢美国家徒研究所 科技研究员 夏一良博士 还有评论人士 何欣联女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 感谢两位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 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还有参与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 节目当中 我们将来讨论 习近平来访美国的时候 访民拦截车队的幕后故事 欢迎您准时收看 而您如果希望 对我们的节目 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 或是发表评论 请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上的 卫视留言板留言 此外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 争民论坛 在Facebook 或是Twitter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 自由的互联网上 与我们互动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 8点到10点 别忘了锁定VOA卫视 我是黄耀义 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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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